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星期三 四川160多名退伍军官及家属为生存到省政府请愿 并与数百名警察发生冲突 期间6人被警察暴打 身体多处受伤 有人血流平面 救护车赶到现场 但警察不让伤者上车 反而拉到警车上再次暴打 之后拉到各派出所录口供 不给饭吃 直到晚上不让回家 其余退伍军官及家属一直在省政府要求放人逃说法 一年一度的北京律师年检将于6月30日截止 在最后关头可能不获得通过的十多名维权律师面临无法继续职业的困境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对于梁小军律师及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年检事宜 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则呼吁当局取消意在控制律师的年检制度 上周获取保候审的北京律师家艾未未 周一被税务局追罚拒款后 艾未未的妻子陆秦向本台记者表示 现已正式委托北京华裔律师事务所律师普志强夏琳代理该公司所说税案 普志强律师也向本台记者予以证实 并表示已要求税务部门开听证会 解释处罚的理由和程序是否妥当 而现有的材料与艾未未无关 香港东区法院星期三判罚民间的支联会常务李耀基2000元罚款 原因是他在去年5月没有事先申请 而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摆放民主女神像 一批支联会成员当天到东区法院外声援 抗议当局政治监控 他们在听取判决后表示 一定会提出上诉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 被称为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的百度 推出一个献花给党的平台 但被网友揭发 并非按网民点击 只是具有按时自动献花的功能 到了七一那天 会有将近2000万锁花献给党 不过在网友大量批评下 党的生日没到 平台就先寿终正寝 中国各地近期纷纷举办宗教界齐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的系列活动 被批评为荒诞无比 亵渎宗教 星期二 一段湖北省黄市市铁山区华藏寺内 唱红歌的视频被上传大陆库六网 其中众尼姑高唱 我把党来逼母亲 更直呼共产党还岁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和平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